世界 王蝉老祖 玄妙真经 王蝉老祖 上街显摩 慈悲殷世 吾我七上一礼 所以各位 我们学习义经 你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别人 然后共同创造社会的和谐 所以学义经就是用将心比心 小落连全就是义经的道理 将心比心 我们当下喝了茶 我们要用心来感恩 我们看到阳光 看到电灯 我们要感恩 这些为灯光设计的厂商工程师专家们 他们的智慧 我们要感恩 风 尤其起来的 我们要呼吸 哎呀 三寸气寨 瞧走百里路径 三寸气寨 呼吸没有了 你才乌乌爱哉 我们人就这样而已嘛 所以人最重要 三寸气寨呀 那么三寸气寨 要有好的环境 有好的大地环境寨 要有好的大地环保 所以都是在提醒我们来到世间 有人之后 投胎为人之后 有身体之后 必须的三宝 什么 维新圣教的三宝 风 水 光 事间三宝 成就 三宝 环境 忏悔和实践 一个入世 要学习感恩 风 水 光 出世 在这灵魂意识界 思想世界 我们实际要环境 要忏悔 忏悔就说 不对的 我们要拿出方法 告知你的祖先 告知你所拜的神 说对不起 我什么时候的福徒是错了 要怎么才对 要告示 告知你的祖先 不然一个人下地狱 列祖列宗 滚了下地狱 那很罪过咧 我们好多次的一个实例案子 在四五年前 我们一京大学落成 一京风水学院落成的那一天 稍微傍晚一点 我师父进去四楼的时候 带着我们好多位师兄进入 然后我们有师兄照片啊 一照起来的时候 哇 师父后边 点点点的灵光 很多 跟着进去 好 那是啥呢 很多点点点的灵光 我们看到媒体报导 非常悲惨 整点都很悲惨 我们那么一大灵 一大灵 一大灵 就没有着悲惨啊 那是什么原因 就是我们一个人 你修道的时候 周围农天富华 多生父母 九贤七族 包括原亲寨族 元清寨主他后来是那个蓝色的 深蓝色的灵光啊 带着黑色的元清寨主的灵光 也一起婚礼进去哦 一起修行嘛 这样的道理嘛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要修行的道理 要知道一切的道理就在这 所以皇上老祖 《玄妙正经》里面的开示我们 只是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 当你送了很多经的时候 你的经文回向给你的祖先 回向给你的历代多生父母 回向给你的冤亲在主 回向你的亲人 尤其回向自己往生的老婆 或者给往生的老公 他已经在心中嘛 他没有这个社生可以练经嘛 那借着我们练经的功德 求老祖慈悲加持 转施灌顶 我所练的最不经功德 回向给我的家人 回向给我亲朋好友 回向给我的老婆后的老公 这都是妙华耶 那你知道吗 知道吗 各位维心闲事同修 每年的春节一月一日 都是我们一年之际在春 尤其初一的花园更加的重要 如果是一个人的初一 那一天没有好的善恋 那今年绝对不会很平安 我回想到以前我们一个老信徒 他处处念头都很消极 那时候我还在台中五前五阶嘛 初一的时候来了 啊老师啊 我今年有得买恩会比较好吗 我今年有得买恩会比较好吗 一定满第一个出发心的愿 我说我会啦 你会比较好運啦 但是你处处的念头 不要从负面去断定去思想 他说这样啦 我知道我建设都想想买的才好耶 我看你今年一生买半年 年后呢 你才能好下半年 我说这样 我说一切万法在心啊 所以一年之计再以春 春节的祈祷 初一到十五 你一定要坚持你初一到十五的信念 往往有时候我们福分比较不具足 福分不具足的时候 你往往呢 就会歪念头 好的开始 成功一半 你坏的念头 那么倒霉的全部啊 为什么是坏的念头是倒霉的全部呢 因为人的福分不具足嘛 时时黑暗的念头 你爬到洞里面 要出来要一段时间 叫黑暗 我们走在光明的路上 你时时刻刻都有希望 道理在这里 所以记住 甲午年 太岁 属马 属老属的人啊 从太岁翻太岁 初一 你到庙里面 你可以去安太岁 初九 十五都安太岁的最好时间 这一点呢 在这里 大家 除了 新的希望以外 大家要 注意的 各位维心前世 各位时光三知识 王产老祖的妙华 他不分你一年世纪在哪里 时时刻刻 当下心 任何一个念头 都是非常重要的啦 所以一个人 会感恩的人 他人一定会很长寿 好 一年过去咯 我们 过去一年 我们一定要反省忏悔 初一到初五 是一个忏悔的日子 所以希望 各位维心前世同修们 大家呢 要牢牢记住 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 然后帮助他人 好了 我们现在再看经文 小路人前 其人必受 有的爱好 我住在山上 这个 比较长寿 不一定啦 在山上 年轻屎俏俏的一大堆啦 在都市里面 长寿的人 多得不得了啊 有一次 在六年前 我跟我们 演艺法师 一起到 彰化 老人院 当时的 院长是李院长 带我去看了 他们老人院 其中 那里有一百二十五岁的老阿婆 我去看他 老阿婆呢 出口 就祝福 蒙公佛娃 他说我天啊 天啊 都没派人呢 大家都好人啦 我都 保护你们 大家大贪子 救父祖保护你们平安 你们祖宫子有谁 你们祖先有灵 保护你们这儿 惊羞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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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伍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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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自己都念佛,自己阴走,什么叫阴走?你念经,你念经的功德,经过嘴耳朵转任意识脑海,传入心田,看不到的就是阴走,你念经的功德回向给你的祖先, 回向给你的很多的亲朋好友,这是基因德嘛,好话多说,坏话不说,也是基因德,其人必受。 所以各位同修,我希望大家都回收,哎哟,好多师兄,师父啊,保密你要吃到百二月的,还是我明天法师说,哎呀,你们要求你们师父,让他吃到八百八月。 哎呀,我吃那么多,要做啥?我没工作了,那时候还没办法,生活又有问题啊,没得做工作啊,出不难行啊。 哦,那他说,你吃到八百八,就有人,可以做一圈,里面做空调,前面一个工作箱。 人进来了,就可以看到,就当动物园,在那边背看,哦,就可以投钱,你给你吃的就好了啦。 哎呀,又有道理哦,哎呀,这是笑话,但是是真理。 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吃到很多,所以是,要能够念头正确才有用。 你不要恨人,恨恨恨恨,恨得死不明悟。 啊,那就是毕业啊,那。 啊,所以很多人,恨恨恨恨,一直恨,怨不满。 啊,我死也不明悟,怎么样? 那个很可怜,人间就是地狱。 气断了,已经坠入地狱,一万年爬不出来。 很可怜。 哦,所以我们希望当下,明阳两届的列祖列宗朱祖灵。 你们的思想异世界里面,放下来,放弃。 你在人世间的时候, 所有一切战争,伤害你的生命。 所有一切斗争,杀了你的生命。 身体,夺了你的财产。 所有一切的亲朋好友,和夺了你的财产, 都已经过去了。 你在灵魂异世界里面,学习放下,你才能解脱。 不但你没有受身,可以报复。 报复也解决不了,又因果业力又那么重。 所以,你们一定要学习放下。 当下,我们在座的所有贤士同修, 你们的思想意识里面,一定要提醒自己的祖灵。 所有三界万年闻,放下。 往昔手造祝恶业,要放下来。 一切贪生吃,要放下来。 所有一切不满,要放下来。 所有报复的心,要放下来。 我想,当下可以成圣、成显、成佛耶。 所以,我们当下的此时久久法会。 王产老祖慈悲。 太上道祖的慈悲。 诸我菩萨慈悲的家属观点啊。 所以,我们其人必受,不是世间的身体之受。 而是我们的灵性的受视生命之受。 而且是,尤其是慧命之受,智慧的生命。 受视无量啊。 释迦牟尼佛,他把他的智慧留下来。 百千万劫,绝对不生不灭。 各位,你们也是同样的,可以做到不生不灭嘛。 那灵魂的生命,你们依照六十,你们的命卦。 七十二天师自己的本命命卦,好好勤修,勤众。 坚持,不管人家怎么讲,就一心一意。 除了做人处事该做的以外呢, 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命卦残疾。 哦,那你的天师是你的主人。 天师是你的指导灵。 哦,七处天师,太极天是你的踏脚板。 你最起码你回归到太极天的八卦天心庙年台。 你就不会坠下去了嘛。 所以,这其人必受。 受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的受势无量。 我们灵性的受势更重要。 不然,我们悔恨贪欲的事情多不得了。 哎,醉下去一定很苦,苦得苦不了。 你可以慢慢去领悟。 。 而身且弦。 其人必受,身。 什么身? 是法身。 佛身。 化身。 以宇宙佛老为一。 是弦。 赢啦。 不是像我们忙忙碌碌碌啦。 你看,在山上修行的人。 你看他们,哇! 生道的,他们就很清盈。 事实上他们不清盈耶。 我亲身体会的啦,修道的人真的不清盈。 三更半夜。 他们灵魂界的,神界、天界的,都会来找。 我现在,白天很忙嘛。 老祖来上班都是指使来上班嘛。 哇! 所以你们很多的法,都上班的指使。 老祖,哎呀,现在要传道啦。 开始上班啦。 我要把笔,准备起来啦。 开始就一直就学嘛。 都是指使上班啦。 好! 有的师傅说,师傅,你有没有睡好。 我要把人家有没有睡好。 祝师傅健康啊。 你不要那么忙啦。 你的身体都是忙坏的啦。 你要叫他三更忙? 忙不了。 因为我,常常你们想不到的。 隆天护法诸佛菩萨圣神,老祖他会来上班。 开始我就必须把你们记起来。 拿着传给各位嘛。 不但我哪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告诉各位。 我的书,我现在眼睛又不好。 你叫我去读很多书。 我看了看,写的书又不是我要的。 很多书,我看了又不是我要的, 又不是大家所需要的。 那我看那些干什么? 那只有经文嘛。 从里面去误。 自己要多禅。 多禅修。 自己用心理来告诉自己。 不是用口来告诉自己。 用心的话语来告诉自己。 心就是真言。 所以各位七少天师,你们命挂真言。 各位多念这新的话语。 这样知道吗? 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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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四网成罗啦。 各位同修啦。 世间啊,像天罗帝王,烦恼一大堆啦。 四网成罗啦。 不求解脱,而自托普敌,日常以寸地。 所以自己不凶, 好像被世间上悔恨贪欲啦。 我不瞒啦。 怎么样啦。 啊,站在那里面想不到, 怎么知道啦。 结果忘了我回家过啦。 你也上不去啦。 哦! 所以众生的,很多很多的, 莫名其妙的事情, 你们想一想, 就像你们刚才笑的一个, 那声音, 我永远记得, 很快乐。 你快乐吗? 快乐。 所以各位同修, 太常道主, 我们如何修道和王产老主? 王产老主的笑声, 就刚才跟你们同样的笑声。 从心里出来的笑声。 不是从口和念头出来的笑声, 从心出来的笑声。 那就菩提到晚。 菩提生, 菩提生。 希望各位同修们, 大家好好。 大家有始有终。 今天我们的共修时间, 也到了。 今天各位做了六个小时, 很辛苦啦。 希望各位做了, 就像菩提根, 一直往上成长。 就像菩提树, 一直的茁壮起来。 像菩提叶, 一直的茂盛。 你们的菩提叶, 菩提叶, 茂盛的说, 你们的祖德, 就会流荒, 祖德印子贤。 你们的列祖列宗诸圣灵, 也在你们的菩提树下, 一起成良, 一起共修, 成就无上菩提大道。 祝福各位。 谢谢大家。